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一场实际之战 巴特尔准备好了吗 他特别重视这场比赛 因为毕竟是两个国家最顶限级的选手 所以说他心里压力很难 碰这个消沙狂的时候 我们还是感觉有些压力的 然后我们过完事物回来练的时候 我最近练了不到两个星期的训练 巴特尔地震消沙狂 这场倍速关注的压轴好戏 一触即发 男子73公斤的比赛 采用的是中泰归佐 有请太多的男方选手 秀沙狂 男方选手 身高4米80 朱浩 烈手 擅长 吸法 推法 战绩 201重型系列 其杀人无军系冠军 他的直面是亚洲 剩206场 63场 陪优对手 41-40 请 男方选手 来自中国的巴特尔地震消沙狂 一笔新舞 绰号 浩原特朗 擅长 拳打规划 重拳重备 他的特点 战绩 205年 去持续全卫会男者 蓝打 其事实在五周星期 第五年 重要的是 在近8成的比赛中 戏待了蓝打王 刘海鸿 2010年 全国武术 蓝打冠军赛 其次冲军期 冠军 2008年 全国武术 蓝打冠军赛 其次冲军期 冠军 2008年 终于蓝打对抗赛 其次冲军期 冠军 全世界全卫会 无数蓝打 其次冲军期 冠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到泰拳远手啊 他这个在扭打的时候呢 这种反正性 利用对方松紧转换这个时机 在场上呢 暂去一定的主动 泰拳和中国功夫呢 他有一个特点 双方凡是一接近 马上就撕残在一起以后 就看谁这个化力转身 如果谁快掌握的实际比较好 就可以把对方摔倒 实际上也是我们经常讲的叫半搭半段 所以我们现在综合格斗中呢 也经常有这种场面 就是在 七打摔拿 能够相辅相成 更有效的发挥四级八法 所以在我们这场较量中呢 看到双方呢 这种在支点方面的一些控制 对他们的全面技术发挥 都是至关重要 双方呢 现在发挥的个人水平的 都相当的不错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这个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这个门道呢 就是看对方谁用的这个中国的功夫 踢打着 好 突然在抓住时机 靠身以后马上进身一个摔 把这个台房摔倒 因为这次贝则的贝定呢 就是不允许主动的摔法 就是打击 这个作为巴特来讲呢 一种战术应用 也是无可非议 他这样应用的话呢 对对方造成也是个威胁 你靠近了我 我就把你摔倒 更要注重呢 按照比赛规则规定 在规范的这个技术范畴内 有效的发挥自己的特长 因为这样的比赛呢 它是一种竞技比赛 有一定的规则的限制 刚才我们看的巴特 也是有一个摔的一个意图 好 第一回合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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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回合开始 双方队员一个高边挂腿 还是比较猛一点的 太过选手 我们看前手的刺拳 还是频频的发飞 因为两位运动员都是老将 厂上经验是很丰富的 所以就看起来掌握的时机 拳法腿法比较重 所以说在进攻的时候还注意防守 太方用了一个直摆钩 连环拳 但是巴尔森的防守也很及时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巴尔森的这种防守 相对的说 他这个攻防转换 这个意识还应该再加强一点 因为双方队员的从总的来讲 看他们都是主动进攻 要注意真假虚实的这种巧妙的应用 双方现在就在探 抓住时机就开始打组合 拳法腿法组合 因为巴尔森他是个实力派的打法 更注重了比赛的这种时效性 他靠近以后 马上就用这个重的腿法 来击打对方 确实双方在进攻防守呢 掌握的都是比较好 打到现在为止 双方呢我们看到尤其太方选手啊 他这个程序离的这个直线拳法呢 还是频频的发飞 组合意识非常强 双方禁击驴的使用吸法来重创对方 他们禁击驴以后呢 用双方的防守都比较好 参方把他们拉开以后呢 继续打 转身腿 我们看到这种意识呢 还是非常清晰 但是如果上步有一个连续的追击 效果会更好一点 双方呢都在靠近 抓住时机 重拳重腿 巴特呢现在是掀起一个小小的攻击的狂潮 好这回合比赛时间到 我们下午三楼梁也变了 我们下午三楼梁也变了 w 邦尼 好 季三军开始 决战决胜 我们看到三回合较量的时候 双方会吸取前面两个回合的一些得失 权衡在下面有效地发挥自己的季战术的特长 第三局是很关键的一局 也就看他们在体力上 季战法上 看谁发挥的更好 看来我们看到双方选手他打得非常耐心 而且自己的季战术的发挥他也是打得非常稳健 假动作 也是一种比较放松的表示 虚晃一枪 看准时机再进行进攻一下 但是他是真假虚实 确实让你很难进行有效的判断 相互进去之一的这个细法冲撞 双方确实打得是很激烈 他们在体力方面的消耗也很大 从整个来讲他们的耐力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就是有氧能力和无氧能力的这种充分的体现 说在竞技比赛的时候 确实运动员他们要经过大量的有氧训练和无氧训练 保持自己的良好的体力 在这个竞赛中呢发挥自己的技能 巴特这会儿要注意对头部的保护 这个前手拳 双方呢都用力图在精神上 给对方一个强大的压力 确实双方呢都像两个猛虎一样的啊 你一拳我一腿都敢打 这个太方呢给摆出一个很轻松的样子 那个转身腿 因为在场上呢他放松一下呢 瞬间的放松呢 可是自己的体力啊 马上得到了一个恢复 正所谓是文武之道一张一驰 在比赛中呢怎么能做到松而不屑 惊而不僵 这样呢才能够使自己的身手变得非常灵活有效 双方现在呢打得比较放松 可是体能消耗非常大 这也是一个事实 所以双方呢在战术方面呢 从整个来讲呢 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 你打你呢我打我的 贯彻技战术的意图呢 因为他们还是非常的明确 而且非常坚决 第三回合是两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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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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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状态好的时候 能打败谁 只要上这个内台的人 都是好样的 无论他收赢 因为这个发明的内台 我们太熟悉了 所以广东的朋友们 最热烈的掌声 献给所有的一股员 好谢谢 这是真正的世界冠军 预求的体力精神的世界冠军 我们再次把掌声 还过是奈海生 送给巴特尔 最终 巴特尔凭借精彩的战术 和顽强的耐力 赢得比赛 这是继亚苍克莱之后的 又一场世纪厮杀 打败了泰拳天王 消杀狂 粉丝们都开始 为自己的英雄狂欢 小沙方也是泰国的色大天王之一 他不是最为虚名的 他是真真实货 谁进攻 谁压着对手打 那才是最有力者 胜利者 能感受到他的实力 应该地球打完以后 我应该能感受到 他的实力在哪 应该什么位置 我们专业运动员来讲呢 就是一上场 先挨挨拳 对方的这个拳 到底有多重 一挨 马上心里有底没底 就出来了 第三局更是放开的 因为最后一局 而且互相都了解 所以就我一直是 一直是这个三局 应该是我一直 往前压着打的 变比较丰富 如果他光进攻 他光踢我 如果我不进攻 他也打不着我 一样两个人 懂得 对吧 所以我往前走 让你踢时 我给你也是一个机会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巴特尔 我胜 展胜肖上皇之后 巴特尔并没有像外界猜测的那样 享受太多的喜悦 15年来 他已经数百场应战 比赛的胜负 对如今的巴特尔来说 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感谢观看